敬爱的温总理 好不容易 我逃出来了 网上所有的流传 以及对林怡 对我实施暴行的指控 我作为当事人 在这里向大家来证明 那都是事实 而且事实发生的 比网上流传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 温总理 我正式向您提出 如下三点要求 第一点 对这件事情 您亲自过问 指派调查组 展开彻底调查 还原事实真相 对于 是谁下命令 命令县公安 党政干部 七八十人到我家里 入室强打 加伤害 而且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 没有一个人传致服 打伤了不让就医 谁做出的这样的决定 要展开彻底调查 并对此依法做出处理 因为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惨无人道 游损我们党的形象了 他们闯入我家里 十几个男人对我爱人 大大出手 把我爱人摁在地上 用被子蒙起来 全打脚踢 长达数个小时 对我也同样实施 暴力勾打 你像张健 像县公安的很多人员 我们都认识 像贺勇 像张生东 像在我出狱前后 多次打我爱人的 李献立 李献强 高兴健 等这些人员 要做出严肃的处理 还有一个姓靴的 我不知道名字 我以当时人的身份 对所有的这些 违法犯罪的人 做出如下执政 他们在入室 强打的过程中 你像张健 他是我们双后阵 分管政法的副书记 多次扬言说 我们就是不用管法律 就是不用管法律 怎么规定的 不用任何法律手续 你还能怎么着 他多次带人到我家里去对我家 实施抢劫 对我家人实施殴打 像李献立 他是我们在我们那长期 领着20多个人对我实施非法拘禁的 其中 他是第一组长 这个人多次对我爱人实施殴打 曾经追到半段 把我爱人从车上拖下来实施殴打 而且对我母亲也是大大出手 凶恶无比 还有像李献强 在去年的18号下午 把我爱人也是打倒在地 他是我们乡镇的司法所的 据说是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还是司法所的所长 当时把我爱人的左臂 严重打伤 在我们村口去打来的人的 打贝尔的那个人 据我所知 叫张生和 是我们乡镇的工作人员 他应该就是网民们所说的君大仪 他在去年的2月份 还曾向CAN扔过石头 就是他 没错 这个我知道了 我听说还有很多网民 被一些女看守打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 当时我并不知道有顾的女看守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 这些所谓的女匪 都是从各村调来的妇女主任 也有是这些组长们的亲戚 但绝大多数都是妇女主任构成 还有像高兴建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员 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公安系统 虽然他们不穿任何的制服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 但他们自己竟然扬言说 我们现在不是公安 那我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公安是什么 他说那我们现在是党叫我们来为党办事的 我想这个我是不相信的 他顶多是为党内某一个不法干部办事的 从各方面信息显示 他们除了这些乡镇干部 每个组里有八个人以外 还有最少的时候也 还每个组雇来二十多个人 那么一共三个组 这也就是说七八十人 那么在今年善良的网友们不断的参与的关注下 最多的时候他们打几百人 雇佣了几百人 对我们村实施整体的封锁 大体的结构就是以我家为中心 然后我家里有一个组 我家外边一个组 家外边的这一个组就分散在我家周围 四个脚上路上 再往外呢就是以我家为中心 所有的路口都有了 从我家向四面八方不断的分散开来 一直到村口 最严重的时候一直到邻村 在邻村的桥上也坐着七八个人 然后这些不法干部和利用手中的权力 命令邻村的干部在那陪着 然后还有过来的一批人就开着车 不断的巡逻 在巡逻的范围可达我村以外五公里 甚至还要躲 那这样子的层层的看守 在我村里至少有七八层 而且把我们村周围所有进村的路都编上号 据我所知都编成编到二十八号路 到时候他们来上班分的时候都分到说是谁谁谁到二十八号路 所有的路口都是这样 真是三部一港五部一少 草木皆兵啊 据我所知参与对我实施迫害的光县公安刑警 以及县双后镇党政干部 加起来就有九十多人到一百人左右 他们数次对我们实施这种非法的迫害 要求对他们展开彻底的调查 我虽然自由了 但是我的担心随之而来 因为我的家人 我的母亲 我的爱人 我的孩子 还在他们的魔爪之中 长期以来 他们一直的对他们实施这种迫害 可能由于我的离开 他们会实施疯狂的报复 这种报复 可能会更加的自无忌惮 我爱人 矿骨 左眼的矿骨 曾经被打得应该是骨折了 到现在还能摸得出来 腰部 被他们蒙着棉被在家里 拳打脚踢 到现在为止 在第五腰椎和底骨那个地方 还明显的吐气 左侧第十 第十二类 明显还能摸着上面有疙瘩 当时可能也误着了 而且打伤以后 惨无人道的 不让就医 作为老母亲 在生日那天 被一个党员干部 是乡镇的党员干部 掐着胳膊 推倒在地 两面朝天 头撞在东屋的门上 害得母亲大哭一场 而且母亲在向他们指控 说你们仗在你们年轻 你们行 这些人还恬不知耻地说 对呀 年轻行 这是真事 这是事实 年轻就是行 你老了就是打不过我们 何等的无耻 何等的惨无人道 何等的天理不容 还有我的孩子 几岁的孩子 每天上学 要三个人跟着 要对每天都要进行搜查 对所有的书包 里的东西拿出来 书本挨一样去翻 在学校里 看着他不让出门 一回家 就关在家里 不让出大门 还有就是我整个家的处境 从去年的7月29号断电 一直到12月的14号才给恢复 从去年的2月份 就不让母亲出去买菜 让我们生活极具困难 所以对此我非常地担心 我也要求网友们 不断地关注 加大关注力度 以了解他们的安全情况 也要求咱们中国政府 维护 本着捍卫法律作业 维护人民利益的角度 去保证我家人的安全 否则 他们的安全没有保障 如果我家人出任何的问题 我都会持续地追讨下去 那么第三点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这件事情 持续了数年 始终没能解决呢 那么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地方上不只管是决策者 还是执行者 他们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决策者 是怕自己罪行暴露 所以不想解决 而作为执行者 它里边有大量的自身腐败 那么我记得8月份 他们在对我实施 文革式的批斗的时候 曾经说 你还在视频里说 花了三千多万 你知不知道这三千多万是零八年的数字 那现在两个三千多万都不止了 你知道吧 就这 还不包括 到北京到上层去贿赂官员的钱 说你有本事 你再往外说吧 他们当时曾经说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很多被雇来的人说 我们才拿多少钱 大头都让人家给拨进了 这的确是 这是他们发财 一个很好的机会 据我所知 乡里拨掉钱 拨到组长手里 每雇一个人一天是一百块钱 那么这些组长在去找人的时候 就明确地告诉他 说是一天一百块钱的工资 但是我给你一天只给你九十 那十块我扣下 那么在当地 每天劳动一天 也只有五十六十块钱的工资 那么做这样的事情 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 又很安全 还有一天三顿管着吃 他们当然都愿意干 九十块钱愿意干 可是这一个组 二十多个人 对于这个组长来讲 一天就是二百多块的收入 那这个腐败是何等的厉害 另外据我所知 我在被关押期间 在家里跟我爱人的这些人 他们的组长就在家里 把土地拿出来 全部种上菜 然后他们组里食用菜的时候 就从他那买 他自己买 自己卖 然后从中谋取利益 这些事情 民众都知道 但是一点也没有办法 据我所知 这个维稳经费 他们有一次告诉我们 说县里 一次性就能给乡亲 拨几百万元 而且他们说 我们还能拿多点 大头都让你拿了 我们顶多也就喝点汤 可见这里边 这种腐败是何等的严重 这种金钱 权力 是何等的被乱用 因此 对这种腐败行为 要求温总理 展开调查 处理 我们老百姓 纳税里的钱 不能就这样白白的 让地方的部罚干部 拿来去害人 去损害我们的党的形象 他在做这些 所有的建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 都是打着党的旗号 去做的 都说党让他做的 问总理 这一切 不法的行为 很多人都不解 究竟是 地方党委干部 违法乱纪 胡作非为 还是受中央指示 我想不久 你应该给民众一个 明确的答复 如果咱们对此展开彻查 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 那么 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您继续这样 不理不睬 我想民众会怎么想呢 晚上 老师 老师 你 老师 五 老师